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鳳其實苦茶油 我們也在推廣它食用 但是吃我就很難想像 它可以怎麼吃 是跟橄欖油一樣嗎 苦茶油麵線 橄欖油它的飲用方式 它比較偏地中海飲食文化 但口茶油一般在東方 比較偏食補文化 等於它有點像補的概念 所以我們一般在 平時我們料理好像很少看到口茶油 那傳統我們一般口茶油 一般都是口茶油拌麵線 口茶油雞 口茶油料理 那我們這幾年 因為台灣的口茶油界 大部分都開始推廣冷壓 冷用這個概念 冷用這個概念很重要 所以現在比較多推廣 第一件事情是 深飲口茶油 直接拿起來喝 直接喝 對 那一般我們的講法就是說 你在早上起床的時候 都還沒有刷牙 你就可以直接 深喝口茶油五CC或十CC 看每個人的接受程度 那就像我現在這樣子 我示範一次給你看 好 因為口茶油一般 聽到這個字會覺得它很苦 但其實如果你經過的是很新鮮 冷壓的過程中 其實它你是吃不到苦味的 真的嗎 對 真的 你可以試試看 你是不是吃苦到吃不 對 也有可能 已經沒感覺了 想騙我喝 因為我們今天的西西素有限 我們就簡單喝一口 你可以嘗試看看 好 你應該會喝到很明顯的堅果香氣 好不好 我們一起試試看 好 OK 其實沒有這麼難吧 為什麼你的表情 為什麼不苦 我比較訝異的是 怎麼還沒苦 因為以前苦茶油在炸的過程中 它有時候可能會因為溫度太高 或是培炒的過程 有一點燥會大 所以會導致它會有一點苦味在裡面 甚至有些因為皮殼的造素 也濃進去的問題 但因為冷壓的過程中 其實你會發現完全沒有苦味 而且很濃厚 而且喝下去很順 其實有時候 我會教大家判斷一件事情是 如果你在喝一油的過程中 如果你有排斥性 就是你喝的過程那種噁心的感覺 那或許就是幾種可能性 一個是這個油不適合你 因為身體會有自己的防禦劑質 第二個是這個油可能不新鮮 但是我們苦茶油應該是 你喝了會有一種很舒服的感覺 那為什麼我說早上喝 其實最好的方式是 你喝的時候含著 含著 含著 OK 然後含完之後 大概含一分鐘 然後再喝下去 對 好 那除了生飲之外 它還可以怎麼樣使用 有些私房的 私房 因為其實 很多人跟我講說 但是我就是不敢喝油 對 所以我們發明了很多很特別的 我今天推薦幾個 就是我們覺得 大家試著一定會覺得 很棒的事情 好 第一個是 如果你不敢喝油 其實第一個方式是 你可以沾麵包 尤其是像法國人這種 像歐洲一樣 歐洲一樣 他們會沾桿來油 對 所以其實像我們這樣子 只要你只要 沾一點點在你的麵包上面 其實直接吃 超搭 我要現場吃嗎 好 這應該是你每天都在享用 它吃起來 我剛剛品了一下那個油 應該覺得說 會跟橄欖油的口感會差不多 超搭 對不對 它會更 麵包跟更大大一起 因為它堅果 堅果跟這個的味道 其實是很類似的 本來就是很類似的 它可以融合在一起這樣 除此之外 還有一個方法 我覺得這個方法 應該是連小朋友都會喜歡 但是我實在很難想像 就是我平常把它加在麵線上面的 褲茶油 現在要加在Ice Cream上面 你先吞下去沒有關係 我不小心捨太大口 我有感受到 好 沒關係 慢慢來 要不要再喝一口褲茶油 這不是喝油跟解決 對 我跟你講這道是我們美食餐盤團來 大家第一個都會 加 加冰淇淋 對 這樣到底可不可以 因為我曾經去一間 義大利的冰淇淋店 它賣最好的是橄欖油冰淇淋 我就想說怎麼可能 我實在很想像 我要把油吃下去 其實苦茶油搭冰淇淋真的很搭 你要跟我一起 好不好 我們一起淋下去 它其實吃法很簡單 就是買類似像香草類的冰淇淋 然後我們就 香草 記得 淋上去 你就把它淋上去 好的 好 我們 抱歉 好 然後直接 要拌一拌嗎 好好享受 好好享受 你可以拌一拌 但是一般我都會是這樣子 表面這樣吃 對 那你就可以沾一點油 像這樣子 上面就有口茶油 對 然後直接吃 好 是不是很搭 很順 不是 完全 是因為冰淇淋它本身 也就是油脂類的嗎 是 所以會這麼地 而且因為香草加堅果 其實它本來就很搭 所以很多人家說 蛤 我說這個連小便油都敢吃 對 所以你看像我們剛剛那吃 你完全吃不到口茶油的感覺 真的 但是你同時吃到健康 其實它已經融合在一起 對 翔布其實我覺得你懂得把它用在 各種料理當中 有一個很關鍵的事 你本身是品油師 就是 應該是說我們經過了 像橄欖油的品油訓練的時候 我們能理解其實品油 背後的目的是為了了解 所有製成 哪裡有瑕疵 還有這個原物料新鮮不新鮮 所以可以透過品油去理解 那品油也可以讓我們在判斷 油的品質各方面的東西 我們可以很快速反應 我覺得這是品油的關鍵點 品油很多人會說 品油是代表你要品嘗 不太一樣 品嘗是味覺 只在思考是料理的搭配性的議題 品油是在了解你的製造品質的議題 所以它不太一樣 其實這也透過一個認證或是一個程序 然後你具有品油師這樣的資格 會讓大家更信任這個產品 它的公信力會更高 對 所以我們公司未來也會是希望 越來越多的同事們都要去上這種品油的訓練 甚至拿證照 因為我覺得這滿重要的 茶子堂十五週年的時候你們拍了一支紀念片 對 當中你談到 你看起來非常的快樂 你說青春正好 正值青春 那現在二十歲了 您自己怎麼下定義 我覺得那時候真的很熱血 那個時候會相信自己可以靠體力 靠任何東西去衝撞出我要的結果出來 但我現在我覺得 今年我們的回到溯源、平衡、分享、愉悅 這是我們今年才訂出來的四個關鍵字 我會希望茶子堂二十週年之後是 不管是從自己 要照顧好自己 因為然後還有照顧好團隊 照顧好我們的合作夥伴 然後我們一步一步的向前 我已經不會再這麼的照鏡 因為你如果土地用三十年五十年來看 其實我們這時候的照鏡是一點意義都沒有 對 所以今年在學習 把自己找回來 照顧好團隊 照顧好農民 照顧好社區 照顧好這邊土地 對 但其實最後是他們在照顧我 對 這是一個很好的過程 好 真的謝謝小木 今天來跟我們分享這麼多 我覺得很感動 那這些故事只是你分享出來的 我相信背後有更多更多 非常祝福你也祝福茶子堂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好 決策者 我們下回見 謝謝大家 我們下午後 謝謝大家 我們下午幾幾 armor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